我现在在这个丰台区的这个万达广场这儿 让大家现在稍微逛一下 我现在在一层 B1是美食区 然后我想去尝一下他们家的美食 B1他们家有这个 有一个永贵超市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首饰啊 一些变得比较什么做卖的 这块前面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一个甜点区 面包啊蛋糕什么的好多 现在我到了个Intersport健身用品 一个运动店 我现在要进去逛一下 我好多啊 好多健身用品 我来上场第一件事肯定是找吃的 然后我现在要去找一下吃的 这里是永贵超市 永贵超市大家还记得永贵超市吗 就是我第一次做健身减脂餐的时候 我实在也会想示范一下 想吃什么 但是我发现这里好吃了很多 然后看一看要好吃的 但是肯定是非常好吃的 而且是非常健康的事情 这是肯定的 你看这里有一个举个例子 这边有个大豬蹄 这里是爆铺 好鲜啊 哎 先品萃 我今天想吃这个 我今天想吃寿司 吃寿司 好多寿司 我一会就爱吃寿司 一会就爱吃寿司了 好了这个是B层 No.2 去二层 二层是一些家具店 还有一些女装比较多 然后我就先不逛了 因为我是男孩子 我不接受反驳 我是男孩子 我是男孩子 哎我看到了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 我必须要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啊 他们可能知道 可能是知道这个 蜜蜜姐要来了 你知道吧 40米糖大刀急起来 要放下要多累吗 好了我现在去下三层 哇这层好东西 都是运动品牌 我看到了一个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牌子 它是Made in China 咱们的国产大党李宁 我觉得应该是这些国产的 因为现在很多啊 不光是衣服了 好多现在已经越来越棒了 这里有很多品牌的鞋 不光是一种 才有很多品牌的鞋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这么多鞋 所以差点要过手了 这边是太平鸟 然后逛一圈 差不多 然后我就要去下去 直冬就去了 然后去寿司 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呢 可以来看一看 太平鸟的衣服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上面是万达顶层 四五层是吃的 然后我现在吃饭了 不跟你介绍 我好饿 好饿 我要开始吃了 我要开始吃了 啊 很多了反正很多了 最近是三文鱼的 还有一些其他一共120个寿司 有一些茶 还有一些小泡菜 然后这个是寿司的酱油 我先吃一个 这个是黄瓜的一个寿司 它米饭很筋道 而且黄瓜搭配上起来 很脆的头发 而且黄瓜可以抑制这个脂肪的生成 这个是芥末 因为芥末它可以去消除一些细菌啊 毕竟咱们有些是生的嘛 对吧 好 好 我的鸡胸妈妈都被打开了 我再放一点 我没有进入这样的 会比较好一点 哇 你这把我放了 我先选一个蛋皮的吧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蛋皮 选一个这个秋刀鱼的 秋刀鱼有些鲜甜 而且又很鲜 我觉得鱼肉副米饭本身就是这个很好的一个搭配的 而且由于寿司这种形式让我吃到 我觉得很满足的 我吃了三维鱼的 三维鱼 更多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以及高氧蛋白质 在兼止期间 可以去适量的摄入一下三维鱼 并且对于健身人来说 三维鱼可以去软化你的关节 并且还减少点炎症 所以我今天故意选了一个三维鱼的 这个是一个咸鱼的一个寿司 哇好香 腌这个鱼肉很鲜 哇 章鱼的 哇好香啊 哇 太棒了 它的外贵味辣 然后有点章鱼鲜味 上面还撒着一个白芝麻 哇 这口感很丰富 嗯 鲜虾子 还有这个虾肉很嫩啊 我现在在北京市丰台区 关达广场的衣藏了 但是这个它叫仙土碎 但他们店在不衣藏 他们那臭色我觉得尝了很不错 尤其这个章鱼鱼还有三维鱼的 好爽 好爽 哇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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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丝配上选美茶的好棒 哇好爽 这是毕生鼓鼓贴心的 作为强烹饪的来说 中间这个我是觉得不会吃的 鱼肉丝厚吃 然后我先把边上吃完 然后我现在要吃鱼子酱的 满满的鱼子啊 也是一个倒在埋的一个配底 这里有水泡 好小心啊 好慢点 好 好 其实没吃饱 然后一会儿我就吃点别的吧 刚加四路也要好吃的 就是刚刚两次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好吃 就是去家里面再吃一点 今天大碗家里有 章鱼寿司 秋刀鱼寿司 虾仁寿司 三文鱼寿司 黄瓜寿司 蛋皮寿司 好准备我吃了 哈哈 咱们家 中国米饭给了实在 上面料给了很实在 这道理有这么大块 这么大块 大家看到中间那个是什么 中间是什么寿司 三个鱼芒果 左护法右护法 先吃掉左护法 哇好香 哇 还有最后一个 好了 那么今天我的午餐又吃完了 然后吃了一把这个寿司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的新浪贵博 大卫汤瑟 以及微信公众号 大卫汤瑟 有什么美食的问题 健身问题的会去 和我去互动 在底下去评论 我每天就会去看 那以后 游汤瑟陪大家一起去探索 健身之路与美食之路 那咱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